观一切法无常 为此菩萨 但观一切诸法了 念念不听刹那生也 这是四世真相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科学 一切诸法确确实实 在我们没有修佛之前 我们一般人会感觉到 岁月无常 一年一年过去了 时间很短促 小时候觉得一年很长 等好久才过一个年 现在到年老的时候 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 一年好像一谈旨一样 怎么又过了一年了 明天十二月一号 这就是久了 久性更高一点 是一天一天的过去 再高的时候 这一秒一秒的过去 过去永远不回头 所以世间什么最可贵 没有一样东西 比光阴更可贵 古人有一句话说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寸金难买 寸光阴 一寸金 买不到一寸光阴 光阴一去不再回头 几个人真的明白了 真的紧觉到了 真紧觉到的时候 他就一定是要抓住光阴 光阴抓不住 抓不住要怎么办呢 决定不能让光阴空过 要成就我的道意 他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那么我们学尽宗的同学 我们的目标方向在哪里 方向是西方极乐世界 目的是往生清净阿弥陀佛 那我们每一念光阴 都不能错过 这每一念都是阿弥陀佛 一念把阿弥陀佛忘掉了 这个光阴可惜了 没有抓到 如果念念都抓到了 这往生极乐世界 见阿弥陀佛需要多少时间呢 古人 有许多许多人给我们做样子 一般都是三年 一千天 一千天 一千天你能够念念抓住 恭喜你 你成就了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 欺入华言境界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读的 释迦牟陀佛为我们介绍 大方光 佛华言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现在是听佛说 你一千天功夫 你就真真正的了 谢谢大家